各位新新聞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哈雷咪 今天哈雷咪要來日本開箱了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秋冬 快要秋冬的季節嘛 那換季的時候一定會有肌膚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就為大家在日本的藥妝店找了兩個換季的抗敏感商品 秋冬來日本才限定買得到的 它是AQUALABEL的一個算是保濕跟美白的化妝水 它有附一個海綿的棒子 然後它裡面有添加了玻尿酸跟傳綿酸的成分 你看 它是這樣有沒有 很像鼻涕 你用這一瓶 它等於是化妝水 乳液跟精華液加手臉水 刺繡的一個東西 只要晚上洗完澡的時候這樣用 你的皮膚就會變得很薄水 其實它有附這個海綿棒 用水把它弄軟之後你加你的精華液一起用 然後把它在你的臉上按壓跟青苔 拍你在意的小皺紋或者是這些眼角細紋的地方 它其實就可以慢慢的改善 如果你保濕沒做好 就可能有痘痘粉刺一堆狀況早上了 所以保濕真的很重要 第二個要介紹的換季敏感小商品是這個 シミエス 像如果你肌膚有很多斑點 或者是看起來有一些雀斑痘巴在上面的話 素顏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小花貓 但是我們不要當小花貓 我們要當招財貓 它有高濃度的維他命C跟高濃度的維他命A還有維他命E 三種維他命的成分 集中修復你臉上的一些在意的缺點 它擠出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白色的乳液狀推起來就是比你一般擦的乳液 還要再清透一點點全部黏膩 這邊有雀斑或者是有豆疤的時候 你就擠一粒米的大小 然後集中修復你就在你的雀斑跟豆疤上加強的按摩 你們下次來日本藥妝店的時候 記得要把它買回家存貨 因為秋冬就要來了 如果你還不更換你的保養品的話 小心你的皮膚會出很多狀況喔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更多日本最新的流行美妝資訊 那就請繼續鎖定哈雷米的日本開箱 還有妞新聞的日韓妝什麼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再次不見 在這裡 叫我 餅 是 叫你 叫你